我们是一位 我们是一位 身穿黑色西装散发帅气欧巴魅力 南韩演员李正在与郑宇盛本来就要好交情 修订两周会睽違八年 二十六日在出席青龙奖担任颁奖人 不过短短不到三天 郑宇盛却惊传确诊新冠肺炎 而当天出席活动大咖云集 也让不少粉丝相当担忧 赵云称李光柱等人在台下跟着音乐律动 而当天出席的演员还有男神宋仲基 女神润娥以及郑宇金雪旋等等 不过大家当时都没有戴上口罩 就连麦克风也似乎没有特别消毒 事后李正在的经纪公司也在第一时间出面表示 去颁奖典礼也要有音信检测结果才能参加 韩国娱乐圈染一风暴持续延售 就连一韩剧请回答1988 打开知名度的演员高跟彪也染上了新冠肺炎 高跟彪30日透过经纪公司宣布确诊消息 目前已取消了所有行程进入隔离阶段 而高跟彪本人也向粉丝喊话 之后会努力以更健康开朗的模样跟大家见面 很抱歉让大家担心了 不过就在他传出确诊消息后 日前正在赶拍的原创电影 所有大作战也宣布全面停摆 剧组演员包含在人气超高的 地狱公史中演出的影帝刘亚人 还有李奎中等人目前都要接受检测 所有拍摄日程暂停也再度展现 疫情之下剧组拍摄的种种困难 TVBS新闻卢红长赵佩宇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